高雄的瑞峰夜市则是有色狼 这名中年大叔不逛街 上夜市就是找目标 偷摸年轻女生 人潮拥挤的夜市 民众边走边逛街 而这名中年男子也是不断张望 结果下一秒 男子伸出手肘 对着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 直接触摸身体 对方惊觉被摸赶紧回头 但这时男子已经迅速离去 再度寻找下个目标 而且他一摸就是好几个 这名疑似色狼的男子 在9月22号在瑞峰夜市 以同样手法 对好几名女性伸出了咸猪手 一位民众的女友也因此受害 于是他气得把过程拍下po 都是在注意人 他不会去注意夜市的摊上 遇到那种 可能年纪比较没有这么轻的 他会稍微避开 被害民众的男友说 这名色狼年约四五十岁 当天在夜市 他不逛街 专门寻找目标下手 而且专挑年轻辣妹 伸手肘摸身体或是胸部 当天至少有十多人受害 他一开始都是还蛮贴的 但是只要跟女生擦肩而过 他就会生出来 很变态 很脏 因为碰到手还好 会碰到腋下 这太夸张了吧 夜市有色狼出没 民众说现在都会提高警觉 或是把包包放在胸前预防 但高雄知名的瑞峰夜市 出现中年大叔 伸出咸猪手侵犯女性 还是让逛街民众 真心惶惶 接下来我许盛 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